大家好,我是五哥 这一集的名字叫漫漫长夜 讲的是我们上一集里面 刚刚是这个打击了敌人的这个地面部队 本以为他的基地是在那里架设的 然后我们这个派遣了战航 想把他轰掉 可惜呢,这个没想到螳螂捕蚊黄雀在后 头顶上一架敌人的这个新闻战航 非常巨大的,跟一个城市一样大 把我们的战航在这个我们以为打败他们的时候给轰掉 现在我们这个要想办法怎么样把他摆平掉 我们本来以为敌人的主要战力就是那颗地面部队 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 现在好像我们找不到什么办法 但是好像按照怪力 那么小队好像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有他们两个来决断 从得有一个人想出办法 好像每次都是对于一姐姐有办法 你会诓成对了 你完整的 靓靓靓靓靓靓的 我们刚刚才知道 我那个证音 你可以说 不 你为什么不住 不 我让我住 我感觉你 记得到一几年几个月后 《公共的船来困难》 在许子 七百死鱿 饿了 你说这种线 Mrs. Relvin, How? Certain Covenant Super Carrier could with some assistance suffer the same unfortunate accident Even for you Cad that's intelined Not the word I would use What's going on? Go ahead, explain May I? Don't cut yourself 这个说 他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想要想办法来摧毁那个战航 可是呢 我们这个人类部队的这个核武器 几乎全部被敌军打击了 就是说我们没有可以这个摧毁他战航 这个武器来使用 比如说像核弹这样的东西嘛 然后这个女的呢 她想了个办法就是利用这个 那时候已经有这个超时空转 这个传送的装置了 这个玩过红颈2的朋友应该知道吧 这个美军的这个超时空传送 不但可以将自己的 有自己的人员传送到敌人那里 也可以把敌人的东西 直接传送到这个危险地带 或者说直接就是传送一半 然后他就会损坏 他们想的办法呢 就是利用这个超时空传送装置 这个让他这个不能完全覆盖到整个战航上面 只把他的中间拦腰传送 这样他就等于是被截断了 自然也就毁坏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计划呢 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要需要有一个 这个突出大气层的这些飞行装置 就是这个 现在要去发射站 但是已经被敌人占给我们 要想办法突入进去 我们不能靠太近 因为敌人有重兵把守 如果靠近的话就落难了 他告诉我们是一场扫荡作战 那就是要又要快又要狠 这里不要冲太快 要是被这个大飞船发现的话 会给你几胖 虽然说他马上会走 但是对你的攻击是有影响的 你挡着我 讨厌 两个暴头还不错 手枪威力挺大的 手枪比机枪威力居然还大 而且弹道也要稳 这刚刚落下来 注意空头下来的那个像厕所一样的东西 那个里面是空头精英用的 一枪霸子渴死 现在明显感觉出来 这个玩了一段时间技术也变好了 手感好多了 打死一个 这两个都被打死了 音乐风给地 看到这些像厕所一样的东西 这些就是空头精英 要看到他就说明有个精英掉下来了 哎呀白色精英最难办 这个甲太厚了 这个破甲了 还是别冲得太狠 缓一缓 继续走 我们四分钟以内 这颗雷白人了 雷个人许了 居然还开一枪打死 杀过十个人了 好像 试试这个 我感觉我手雷还是比较有 这个很贼啊 又用了一个护甲 这个我以前我这个针刺很少用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那个什么 也不是很有经验 好 突入成功 哎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 左边和右边侧面两边突入的 哎呦 跳得真失败 居然没跳上来 喝死 好 这个扫荡完毕 现在让他们去开门 我们整理一下装备 这里有手雷 有这个枪和这个 和这个 小步枪 神射射 哎 这玩意没敌人 能会有敌人的地方告诉大家 哎 这里要注意 会有一个士兵走过来 哎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 把他的火箭筒抢了 哎 知道什么 就是靠近他 然后按插 按住插 就可以换武器 把他的火箭筒拿来 嗯 这个 等会儿是一场 这个飞行战 哎 就这一个精英 把他的 把手雷都扔给他了 哎 这个 你现在拿的装备 等会儿这个空战结束以后 是继续使用的 所以最好换点强力的 或者换点这个 我到了以后没有的 我们找把喷子 哎 那个已经有人告诉我 这个喷子怎么用了 咱们用一用 就是 其实跟生化用法一样 但是你生化的要求要严格多了 生化稍微远点威力也很 也很大的 这个就得 这个就得 必须得 要想发挥威力 就得靠近 颜射 那就是我一向喜欢的 这个用喷子 零距离射杀 哎 还是比较爽 就是 就是不是那个什么 不是远程武器 是近战武器 必须要打近 因为打 那也得靠近 不划算 还不如拿机枪弹呢 哎 不错 这个没到四分钟 哎 突出成功 现在就是我们的 这个突出大气层 话说这个突出大气层的 好像到达里面 这一关还有个特点 就是像这样过场 CG很多跳不过去 很郁闷 这床天飞机啊 飞机好大呢 这个其实 我们操作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挺小 其实这个飞机挺大的 话说我这两天 我在想这个光环 为什么这么多粉丝呢 这个光环 这个这么多武器啊 各种各样的什么的 有的很多地方 其实关键 这个让这么多人喜欢 还是在于细节 严谨的故事 还有这个各种细节 它的一切 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解释的 不是说这个 游戏这个人随便做 单纯是为了 让玩家爽快 所以把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设计成这样 获得是那样的 它都是有这个 有这个衣服 都在这个故事背景上面的 都是说 让你感觉到非常真实 所以我认为 这个光环 一大亮点 是在剧情 其实这个 就是因为 这个剧情非常细致 各方面都很细 但是我这里 就想您问一个 它这个飞机 看起来体型不大 怎么多那么多 飞弹可以打出去 而且还不会算那什么 而且还不会单 要用尽 这个应该是为了爽快 应该没人 解释这个 这个上一集 我就已经把这护甲 换成浅篮子 我们的队长护甲是深蓝色 但是颜色看起来很像 任务上钩拳 对这空中一击 一击中拳 刚开始这段的话 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提示 做出正确的这个指导操作 然后才能进入到下一阶段 所以说你最好还是跟着这个教权 教你的动作做 节省时间的话 我就第一时间做了 这个告诉你 右摇杆是用来这个 转弯操作的 左摇杆是用来这个 推进和减缓 往后推就是减速 不是减速 就是这个喷气速度变慢 往前推就是加速 按这个射击键这个就不用说了 按外键是切换武器 这个还是一样的 有两种武器可以选择 一个是这个空炮 一个是飞弹 飞弹可以锁定目标 进行自动锁定追击 然后是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崩坏 这个LB键 在你推着左摇杆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你所指定的 方向进行回避的 连掉头也可以 除了左右闪避 这个上下也是可以的 现在敌人要来这个攻击我们的母航了 我们要先这个 先得到一架母航 然后让他进行佛力支援 然后我们才能有办法 去靠近敌人的这个架行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段时间掩护 我们看这些小飞机突然就冒上了 就是这个超级空心 这机数量非常多 这个他们这个传送出来的表是固定的 然后面朝的 肯定就是方向是朝着这个 我们的母航这个空间站的 我的建议就是在他出来之前 先让这个属性的话 知道位置就是 让了他这个后面 在他出身点的后面 这样的话他一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属于这些飞机的后方 于是呢你就可以这个 我们知道在空战里玩过的空战游戏 或者说是有点空战常识的 都知道在敌人的后面进行攻击 要比正面或者说是侧面更好击中 这个飞过去 这个二连杀 这个这一关赚分真的是非常快 我建议大家就是 这个空战结束了以后就退出广存 这样赚CR比较多 然后我们看到右下角的这个 还有时间奖励 只要你的这个关在十分钟以内 你就 你就这个结束的话 保存且退出的话 就会给你这个双 哎呦 我就是前面想说这个事情 哎呀 这个真的很无语言 你说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有忙的人试一试啊 拿自己的飞机去撞队友的飞机 你们看你们能不能撞了上 这个我就是给撞到自己队友上的 这个真的是 这个死法真的是太人品了 这边又得重来 哎 刚才说到哪了 嗯 就是说背后追击是吧 哎 我也给忘掉了 哎 第一阶段 哎 一共要打三波敌 第一阶段的时候 哎 就是这些小飞机叫什么 腰 呃 腰涅机吧 哎 反正就是这种小飞机 用这个机枪 哎 就是这个空炮就可以打掉了 打掉一个有150号 对 前面说是这个赚点数 就是说你这个空战结束了以后 是尽量在十分钟以内就结束游戏 嗯 就是说退出游戏 就保存且退出 这样的话 他会给你结算CR0 而且还会按你这个两倍的游戏时间来结算 这样的话 乘以2 哎 分数还是比较高的 后面的话 这能比较少 而且这个我们看 打掉一架飞机就150点 然后你这个 这关打的技术好点 说明还能多刷点 我现在这个刷了几次 就已经有15000了 然后后来买点东西花掉了 这 这关反正赚的还是挺快的 哎 这是第二阶段 有这个天使号的飞机 天使号的飞机 这个血量要厚 而且并且有这个防护罩 有这个防护罩呢 你要是用飞弹的话 会被这个 直接被驱散开 就是说你根本要是 它要是有防护罩的时候 你用飞弹打根本不可能打中 而不是说会把防护罩先打掉 所以你要先用这个 这个空炮 把他们的这个防护罩先打掉 完了以后再用这个飞弹瞄准 然后死 这个飞弹全部放出 基本上一下就不去 看 然后再换成飞弹 这个还让它躲过去了 正面使用飞弹不好打中 因为一旦被它错过去的话 就没有进步做 如果要是从背后或者说侧面的话 这个飞弹可以像这样 一直追击 哎 这样的话 早晚也得把它打中 还好敌人没有这种飞弹武器 都是很好 这个天使号好像有五架吗 六架 好像至少五架 好像干完了 哎 这是第二阶段的敌人 第二阶段敌人是这数 数架天使号 就是刚才这种 哎 第三阶段呢 是这个非常大量的这个小飞机 而且伴随着天使号 然后最后 第四阶段 哎 还是有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就是这个 命运号 几个命运号的话 直接用飞弹可以打 两 八 两轮飞弹攻击 哎 它就可以打掉 哎 我们看到这个小飞机非常多 从后面比较好打仗 我们一直这样扫 可以扫掉负量比较多 而且哎 有连杀的话 哎 我们看到这个分数振的也是非常多的 连杀的话是翻倍分数 哎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杀一个是一来五 第二个 要是连杀的话 就会加倍 是三百 然后再来一个三杀的话 就是四百五 加起来的话 应该有这个 多少 四百五 有九百了 九千 哎 九百 杀三个九百 本来一个应该是三百 翻个三倍 哎 好 数量非常多啊 尽量就是这个 哎 不用特意去追谁 你看哪个好打就打哪个 如果要是从身边 要是有错过的话 哎 也不要太在意去追他 因为可能这个 以前有一些比较好打的 哎 这个他炮了 过来 我们就随便一下 哎 天使哈 还是注意打好的 因为他这个 他的这个盔甲会就恢复 哎 没打中 这杀了多少个 杀了五十个 杀了三十个了 已经杀了三十人了 话说这次打 达成了一个 呃 叫什么 不死的情况 百人斩 他刚才呢还死一死 不过就从刚才那时候开始算 哎 觉得出来还是互相多的 这集时间挺长的 其实主要时间都花在这个过场CG和坑战上 如果要是单打关的话 其实还是挺快的 嗯 这关还是挺有难度的 尤其是到最后 哎呦 真危险 错过去了 差点撞 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那一波敌人还是挺难对付 有技巧 哎 有技巧 到时候给大家说 但是我好像没用好 最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哎 就是玩个暗杀 这个敌人数量非常多 注意一下走位 然后 呃 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说太早了 到时候给大家说 大家就明白了 哎 最后一波了 一共是五架 Main一炮 哎 就是我们这个空头飞机 一开始就用飞弹打 两轮飞弹就去了 哎 看着它许的 只要你还能扛得住 甲没打掉 哎 尽量两轮 这个飞弹都发射出去 现在 这样稍微躲一躲 也可以 站掉了 还有三架 嗯 对 这样 最好先打近的 再打远的 因为你要先打远的话 近的太近的话 你可能不够放两个 像这 这次就差点 就不够 要一架 哎 当你把这五架 Main一炮都干掉了以后 你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 不用再去追的小飞机打 嘛 他们会撤退的 呃 你多打打 可以赚分 不打也没关系 现在要做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回航 回这个空间站去 因为我们还有后面的人 充一下 可以醒醒 哎 都撤走了 刚才那几家小飞机都撤离 然后啪 不讲 这一关本来我都是打一个多小时啊 现在也是 每集我都要压缩时间 压缩到这个 最起码要五十分钟以内吧 太长的话 这个 这个就算是画质好 优虎也不知道为啥不给高清 哎 以前出来Alan Wake 这个就是 我把视频搞得再大 再清晰 他也不给高清 就是因为太长了 把它 路程短一点的四十分钟左右 哎 才能给 哎 话说这个有的朋友一看到视频说 高清没高清 这个刚出来的视频 高清要等的 他要转两面吧 一个是这个标清的 一个是高清的 标清是这个FLV的 好像是三百码 这个高清的话就是八百嘛 七百 好像高清是五百码 但是他要求你上船还得是一千码 只有十百码 只有十百码 十百码 十百码 这个Noble 5 Noble 5 你的房子是移动 Noble 5 跟这个瑞取星 应该叫志远星吧 跟志远星有感情的 Noble 5 所以他看的这个 这个志远星变成这样非常清楚 我好像没说为什么 像是称上的叫瑞取星嘛 这个光环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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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 知道什么意思吗 瑞取星 瑞取星 瑞星 我们的翼翼可能是靠 但是我们有你的背 我把这个战航担了 我把这个战航干掉就结束了 实际上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瑞取星 是光环的这个三战 三部曲的前传 这个 这是给这些这个不知道的人说的 知道的人就无视吧 不是无视 不听吧 这就是一家 在这个战航了 找什么新闻战航 这一个场景就和前面不一样了 前面的那个场景 你在停战的时候 如果要是想推出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战域 就是区域外的话 是不会 这个就是 顶多是让你强制掉头 自动强制掉头 但是这里面你要飞太远的话 飞机就暴了 暴露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他这个 现在就可以摧毁了 把他后面这四个引擎干掉 我们调个头再来一次 哎呀太阳好气 还说还差一个 还说 哦这儿呢 我们 我们相互一点 相信自己个人计分 所玩环环空战还是不错的 环环空战里面没这么丰富的动作 哎这个话说 环环空战的这个 手感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挺有感觉 哎就是你怎么打都不会觉得不舒服 你刚才是顶多就是不适应 但是适应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 这一个特色号 他一样是先把天使号干掉 然后敌人会大部分撤退 小心啊 这个战行虽然说你把底情打掉了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防御炮的 哎呦真危险 所以说这个 小心 这个战行的侧面 侧面的话有非常大量的这些 这个防御炮 重炮 如果打上的话 基本上就把假打没了 呃假打没了 重炮 而且还是还不错的 哇 这些人还极小的 看他还在空口这些这个炸弹 撤下去 等天使号还能 看我们的战行打开的那些子弹也非常爽 哎呀 这只看吃了一口 有一棒 还好不是连续吃到 如果连续吃到 一般都会发现叙叙的 好干嘛 我吹了一个 没飞弹了 基本可以不用管 好了 速清了 其他人基本都撤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灯航 看这个在他这个中心准备的灯航就行 哎呦 赶快跑 跑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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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先不要太着急下去 这个因为会有精英上来 把你的这些队友都会杀掉的 所以最好等他特杀上这样 起码他们都干掉 保护一点你的这些队友 因为他们进行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的 毕竟多一份人 多一份力嘛 哎 是来了 这个虽然说没有一息 这个一旦把护甲打掉 这个基因是有硬直的 所以可以利用一下 哎 没跳上来 这个 现在在这个实动状态 跳的话 低重力状态 所以这个跳下的话 还是这个比较有给力的 一下能跳好高 好 我们还抱着个火箭桶重型呢 可以用来打精英 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样的地方 就是用来打精英 这一关精英特别多 直接一泡轰 都干掉了 这个和周深一条路可以过去 但是左右两边可以算是有这种 控制做掩体 哎 这两个悲剧 哎 一颗手雷 这个电脑这颗手雷精髓了 一下炸死俩人 这下就得come了 哎 注意这个头顶上有一个 我不知道叫什么 那个东西会就散发能量 然后底下的这个他们的人 就会有这个防护罩 而且你打掉以后还会有 打掉还会有 所以要先把它干掉 嗯 我本来想剪个枪 但是 但是好像没有合适的枪 然后我就拿了电浆 电浆 电浆枪 看到没有在那呢 打不着 这个电浆的精度太差了 哎 哎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哎 声音听不到 这个 我挨了好几家打 不是就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假的掉完了 赶快逃 哎 可爱是拿火箭头炮干掉吧 没有合适的枪 咱们就牺牲一番 反正这里都要用完 哎 换别的枪用 干脆都用掉 哎 上面还有人 哎呀 这个真危险 哎 哦 放一会儿 这个谁这么悲剧 拿了一把电浆枪 硬发的子弹都没打 好 炸倒了 还有人吗 哎 这个地上有的那些这个 有些发光的那些箱子是可以打掉的 打掉以后会有爆炸 哎 又徐徐了 你扔雷我也扔 这个 在这个 这个地重力环境下 这个扔雷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 一人能扔老远 然后 不太习惯 基本上你可以当榴弹用 那要榴弹的话 打出去就是直线了 再扔一刻 哎呀 这个浪费我一发 这个 就没有了 火箭筒都用完了 换换武器吧 哎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这个 开关开开 现在这个 这个开启重力的这个效果了 所以我们又可以听到声音 并且 呃 并且可以调的比较低 这样的话 就恢复手感 我们现在那个 一般不适应 还好就这么一段 以后 我们会有这种情况 看 罗伯范 带着他这个 这个 这个算是炸药 6 6 get your fire team to the bridge the corvette's refueling run with the super carrier will have to be initiated manually yes sir 5 stay with the bomb and discourage the curious 他们在这负负 负责 叫什么 负责安装 然后我们 另外一边 要这个 供电 要去 那边要去开个开关吧 好像是什么燃油 换说外星人不用油吧 我们调整一下装备 火箭筒已经没有 换个别的 这个 针刺 针刺的弹药太少了 也只能杀几个精英 我还是用这个 一般的机枪 那我怎么还抱着这回 哎 下给我炸虚了 管一下 管一下 还有这个 小队的火力 哎 杀击16 也挺好的 都干掉了 我居然还抱着火箭筒 火箭筒应该没死蛋了吧 还有一发 来到这里 这里我们慢慢靠近 那个家伙在忙着开开炮呢 就差一个 好 解决 这里有这个榴弹炮 呃 我想想用不用 这个火箭筒没子弹了 还是换成榴弹炮 但是好像目前还没发现 才发现子弹 因为这个火箭筒没子弹了 换成榴弹炮 好 这里固定是有榴弹炮的技巧 这个 很好用 没有用 哎 这里 这里的话 我没有什么过 实际上是可行的 就是说你 这个慢慢靠近注意 周围别人不要被发现 然后关键是杀谁 关键杀一个黄色的这个精英 因为他拿的是榴弹炮 非常容易把你的这些队友杀死 如果你要是这些队友都死的话 杀这些其他精英的话 可能会比较吃了一些 但冰作战毕竟还是这个 哎 但是被发现了 我们就迅速把这个家伙干掉 注意 他的这个样貌 跟其他的精英区别 还是挺大的 这里还有很多这个隐形的精英 嗯 要注意一下 他干了 小心隐形的精英 一定要先把他干掉 哎 哎 好 225 规模 这家伙还是很有危险 现在退回去 哎呀 这人真不危险 好啊 小队友 把他们帮忙掩护一下 这还有个隐形的精英 哎呀 这有比起来 在哪呢 快逃 还只有个精英 刚才那个精英 哎呦 这个 这好他叫起来 正好 给着脸上一炮 哎 这还算暗杀 刚才那个精英的这个榴弹 这好还没有警告 我们冲过一下 哎呦 这儿呢 然后我们来过来开开家 就在这里 注意过门的时候会有一波敌 这个有的有队友来 哎呀 周围闲 哎 有队友这个的话 杀精英还是很快的 他们会帮你一起这个 集中火力 这个就算是精英也吃不下了 哎 这里也会 过那个门的时候会刷出一波敌人 注意 我用我的镜箱 哎呀 这没人好 哎 这块钱 又没大招 咋扔到那么远去了 哎 哎 好嘞 这个不是我扔的 我们去补充一下榴弹的子弹 23就应该 满堂再加24发 哎 60发 30发子弹 满堂是6发 哎 这里过这扇门以后 你自己可以这个尽量慢慢绕了敌人后头 你这个我 我应该试过 就是三个精英全被我背后偷袭杀死了 当然这个也得看人品 当然是肯定杀一个更好办呗 你杀死就杀死 但是这个次直接就过来就被发现了 反正还好 这个我们手抱重心武器比较多 然后这里的这个补养也特别丰富 有这个有火箭筒 有狙击枪 哎 但是我没用 死了一个 我们稍微补击一下 这有子弹 有各有药包 东西很多的 还有这个 哎 火箭筒 这一枪 拿火箭筒台上 嗯 不够了再用这个药吧 你不吃个药吗 看这点地图 注意一下他们从哪 就来这里 下了撤了 哼 如果有敌人在这个红圈以内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你会冲向红圈的距离 他会跟着这个 转心会自动跟着敌人跑 这算是一种复养 这个有的人 不要以为没有 还是有一点 不过要是你要是把准心 瞄到敌人身上的话 还得要靠你自己手动 而且要是精确射击的话 还是要不要自己来 他只能说是让你的这个 不会很容易就偏移开这个敌人 你可以调整那个什么 有点像大标客那种 但是大标客是正正的锁在寻前 这个是准心只要变魂 然后说他会跟着敌人移动的速度一起 哎 这一波这个鲁鲁鲁比较多 你就可以扔手来来看 但想要我没雷了 哎 这什么意思 这个有人给我解释一下 好像对对对杀一百人 但是反正还没有说这个成就 虚拟人偶成就 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 还是啥意思 这个我玩大标客的时候 也有骑士这一项 我不知道是啥意思 这个学不够我来布置一下 一枪拿着 这有几个 直接中火力干 拿这个桶 拿这个蓝色的那个 哎 好 这个蓝色那个 也算是爆炸物 还有吗 哎呦 没死蛋了 哦 机枪是有辅助的 可以要注意 这个比较弹 硬拼吧 没打招 哎呀 赶快逃 打不了咱们就逃 跟往队友跟先逃 打不了咱们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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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那好吧 去传递 这结束了 所以,就像那樣了 我還有好事和壞事 這個鳥拿了點燈,她的雞皮是燒烤的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用力 那是好事? 那是好事 但現在的娛樂,53秒到結尾 这个我们的No.5就打算牺牲自己来启动这个启号战术 好大力气 让人下去一点东西都没有吧 就起码给一把枪吧 看他这个蓝腰传送走 还真有办法 我觉得这种技术还能达到丰富的程度可以来切割任何东西 我们前面一次就是本以为他们这个基地设在那里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然后没想到有个大剑行 然后我们把那个大剑行毁掉了 然后还有一大群 这个真是注定人类是输定了 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成绩 应该挣了有个两千分 也有个两千分 不小心给按过去 我们看一下徽章 双杀还挺多的 暴头才 暴头才五次 暴杀天下无敌 活着连续杀死一百个敌人 这个 这个不错 那么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